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大师的这个诗中就可以感受到 人跟人之间的和平共生的重要 人跟人之间互相的相依 相依味 那互相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人以外 万事万物 整个大自然也是一样 都是相互依存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有一个很宽容的心 很包容的心 然后也很祥和的心 能够接纳万物 那今天我们借由大师的这个诗呢 我们去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相亲相爱 所以今天呢 我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大龙罐来擦今天的花 那各位先欣赏一下 各位看到这个花器呢 其实它是一个龙罐 可能看到这样的龙罐 我不晓得您的感觉 那我们会想到呢 小时候呢 在家的 老家的那个龙树下 然后很多人围在那边喝茶 那说故事 很多人在那边一起很愉快的谈话 孩子在旁边游戏也很愉快 那也许你会想到这样的一个龙罐呢 好像我们带到稻田里面去 那在收割的时候 然后收成的时候 或者我们带到橘子圆去 那在收割的时候 收成的时候呢 那大家在那边口渴的时候 喝一盏茶 喝一盅茶 所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古名物 会给我们很多私骨之忧情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龙罐的四周呢 其实到处都是补丁 因为岁月的痕迹 在这个龙罐中呢 也展露无遗了 其实我们买到的时候 这个都是破掉的 那我们自己补了 还没有把它上色上得很好 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因为一个古名物的可贵 就在于它有这个过程的一个记录 那有一个岁月的痕迹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个罐子打开以后呢 好 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擦花 好 各位呢 因为我今天用这样的一个古名物来擦花呢 所以我选的花材也比较带有一种 香煎趣味的一个花 各位先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这个花 那我想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花 就很清楚知道它是莲胶灰 好 那我们也称为小花莲胶 好 本来今天我们期待能够查到红花莲胶 好 不过呢 因为那个樱眼有一点点不是很具足 只有一点点的红花莲胶而已 各位可以看到呢 那红花莲胶呢 在我们民间呢 是特别受到喜欢的 好 那这种花呢 它在自然的田梗上 或者是花园的角落上呢 常常我们都会有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用这个莲胶来擦桌 好 那这个莲胶呢 在我们民间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花材 好 因为我们称为小花莲胶 或者小花莲胶 好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莲胶呢 它绿叶 然后降红色的颜色 那红利相近 感觉非常的美 好 所以在很多的吉祥的场所 比如说订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甚至生孩子 生完孩子以后 那油饭上面都要放这样的一个莲胶 那新娘子在出家的时候 头上也带着莲胶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这种莲胶花呢 据说是花开病地 就是说它的花呢 是开的时候呢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花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今天这个花 被虫咬得非常的厉害 好 那应该是 花开病地的 两朵花同时开 所以在民间它是一个很吉祥的花 但是以红花莲胶为主 好 那我们今天因为没有红花莲胶 我们就先试用让 黄花莲胶跟红花莲胶一起擦做 那据说呢 这个黄花莲胶呢 也可以做成药用 好 那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大龙罐呢 我们来把这个莲胶花呢 很随意的 很自在的 插在这个罐子里面 好 那我现在呢 把它有点点斜度的往里面插 好 然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叶子 你看 它被虫吃了这么的多 那可见了它这个叶子 一定是很清脆可口的 所以这个虫虫很喜欢吃它 好 那我们再用一枝 那事实上呢 我们说呢 娇胜贵子 也就是说呢 这个花财之所以 它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它很容易结字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花在开的时候 其实它这个纸也在结了 所以在民间呢 像这种开花结纸的花财 都是一种很吉祥的一种象征 好 然后我再用一枝 这样子 有花有纸的一枝 来插作 好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唯一只剩下一朵 红花莲胶而已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这个纸呢 我们绿色的果子结过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变成这样黑色的 黑色的 那这一错是红花莲胶的籽 那我希望呢 我这次可以把它种成功 种在我的后花园 那以后我的后花园就有一些 美丽的这个红花莲胶可以运用 好 各位看一下 好 那刚刚我再叙述说 希望这个花呢能够种得成功 那事实上这个莲胶它还有一个很吉祥的含义呢 就是说呢 它子落 就是说这个子结了以后落在地上 然后它很容易繁衍 就是落地就很容易繁衍了 所以在我们的民间呢 就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吉祥的 能够繁衍子孙 繁衍下一代 生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含义 好 那现在各位可以欣赏一下 好 其实这样的一个龙罐呢 我只要插上一点点这样的莲胶花 它已经感觉很有意境了 好 那我们再看看一下 哪里需要修饰一下下 所以呢 其实这些古名物呢 真的是很有风采 因为它所展现的一种生命的感觉 岁月的感觉 还有带给我们一个尸骨的感觉 还有对于童年的一个记忆 有时候要借由这些的器皿 然后会给你很多很美的回忆 好 那我再加这一朵的红花莲胶在里面 好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片叶子 好 所以呢 事实上呢 我想人活在这块土地上 那很多的感情都是来自土地 都是来自土地 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些 很具有民俗象征的感觉的 那都会有特别的一个感情 所以在中华花艺里面呢 我们的叶花分为所谓的宫廷叶花 然后宗教叶花 文人叶花跟民间叶花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其实我现在用了这样子的感觉呢 它已经非常的好了 好 不过呢 这边还有几支的这个果实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果实 好 不过呢 我想这么特别的一个容罐呢 我不想把它擦得太满 好 所以我尝试再用另外一个画器 因为还有这么多漂亮的这些果实 所以呢 待会呢 我把它做一个 再做一件 两个作品把它结合在一起 做一个很美的搭配 让这些很美的连胶呢 能够善用它 接下来呢 我们搭配那个大龙罐呢 再配合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类似是在过去呢 从前用来装酱油的一个罐子 那我们这个作品呢 感觉上比较带有一种民间的一种 齐趣 那我要跟刚刚那一件作品 做一个呼应 所以我让它往这一边的角度 两个等一下互相的呼应插座 那因为我们舍不得刚刚的这个连胶 所以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器 跟它搭配 那事实上有时候插花呢 尤其这一些来自原始很土地的 很有生命力 很有韧度的这些花呢 会给我们更深的一种感情 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花呢 会觉得特别的疼爱它 也舍不得 所以我再用这个酱油的罐子呢 再跟它做一个搭配 好 那我把这个 这个连胶花呢 再往上插 各位可以看到呢 其实连胶真的是很美 所以我们也称它为小花美人胶 或小花连胶 因为它的整个叶子呢 那么的绿油油的 好 然后一叶上去呢 似乎就很带有那种清凉意 而且它的叶子 感觉也很特殊 很唯美 好 那我在这个部分呢 再加一点点的这个 它的果实 那各位可以静静地看一下这个果实呢 其实我曾经在 深山里面看到它这个果实 它到最后呢 完全是透亮的 就是说它这个果实的里面 全部都是这个网 全部是只剩下细细的一个纤维 好 那个果实很饱满透亮的 要蹦出来的感觉 好 那在看这个果实的时候呢 好 各位可能从这个角度 现在还没有到那样的季节 你会觉得它像一个好细的麻 裹住一些果实 那些果实呢 准备要蹦出来 做一个生命的一个传承的感觉 我曾经在深山里面 看到这样的果实的时候呢 我是当在看果实的时候 是非常的感动的 那也感受到那种植物的一种生命力 还有就是在看的时候 觉得它真的是很特殊 很美 然后会觉得说万物真的都很有它 很特殊的一种灵气跟灵运 好 因为这个很深的一个洞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感觉 好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果实呢 都觉得它真的非常的特别 好 那我在下段的地方 用一点点来修饰它的下段 我本来呢 很希望呢 能够在下段 有一点点红色的臂麻 好 但是有时候呢 我自己也很容易被绿色感动 所以我特别的偏好绿色 因为觉得说绿色就是那个大自然绿油油的力量 好 感觉非常的美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个酱油罐子呢 我全部用这个小花莲胶的这个果实来插座跟叶子 那它也呈现出一种非常香煎趣味的一种感觉 好 我本来希望呢 下段能够加一点点的红臂麻 我来试试一下 看看感觉 好 因为这个臂麻呢 它也很有民间的一种齐趣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像这样的臂麻 我把它叶子稍微修一下下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个红臂麻 它有叶子是这么的 这么的柔韧的 好 那这个红臂麻呢 我做一点点做下段好了 好 那这个红臂麻 事实上是我前几天用过的一些红臂麻 但是呢 它经过了大概十天以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生命力还是很旺盛的 所以我常常很期待就是说 我们在学花呢 插花的过程中呢 也能够把旧的花呢 不要第一个动作就很快把它放到 把它剪掉 就是说你可以拿它来再利用再利用 然后多插多插 像我常跟我们自己的学花的同学分享说呢 一定要多插 而且要尝试各种不同的花形 让你自己的作品呢 有很多元性的一种插法 而且有时候呢 不要很快的把花换掉 就是呢 要去观察它 经过几天之后的一个变化 这样你跟植物之间也会有一个蛮好的一个互动 所以各位先看一下这个红币麻之间 它也形成一个很美的一个感觉 好 我们还有一支 我做一下后段的部分 好 我把它调整一下下感觉 好 我们做一下下段的感觉 好 那还有一个叶子 叶子 好 不过这个叶子稍微大了一些些 好 本来是希望能够做它的鸡盘 好 我们尝试看看 好的 哎 真的是不错 好 那我们试试看 其实呢 刚刚只有插莲胶呢 也很有它一种很单纯的一种美感 但是加了币麻之后呢 那也有它蛮特别的红绿相间的一种感觉 好 我们把它稍微调一下假度 好 那在这样的作品上面呢 我们很容易带给我们尸骨之忧情 所以今天呢 我在这样的作品呢 我要把它加上一些配件 像这个冬瓜啦 还有现在盛产的这个 这个丝瓜呢 都是很适合在这样的作品中做配件的 因为这些的瓜果呢 是在这个季节呢 一种很丰收的一种美意 我们等一下把它试试看 看怎么样把它摆起来 让它感觉更好 还有呢 我们有这样的很美的 来自乡间的这种黄皮 它结出这样黄橙橙很美的果实 那我们这些都会让我们想到过去呢 我们非常淳朴的一种三居岁月 那相间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很美的一个布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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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那接下来 我们在做一个 也很具有相间的 一种趣味的 那山居生活的一种 插花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刚刚用剩下来的 这些连胶的叶子 小花连胶的叶子 其实它们都是 非常好的花柴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底盘的 配饰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譬如说 我待会要用一个这样的杯 那如果我放在这样子 那两个颜色很接近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 颜色能够跳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借有一片 这样的一个叶子 把它衬托一下 那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这个叶子 也会带给你一种 比如说你今天铺月桃 那你会感受到月桃的美 那你铺姑婆椅 也会感受到 姑婆椅迎风摇曳的感觉 那如果你用的是 椰浆花 那你也会感受到 椰浆花那种气象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善用这个叶子呢 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说你在做空间布置的时候 蛮可以去用心的地方 那当然在做这个的过程中 也会觉得很有趣味 那接下来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壶 我用一个这样子竹的 这样做的一个壶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下一件作品 怎么样做搭配 那这个叶子会微微的上扬 那刚好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杯 就可以把它放下去了 各位知道 这个其实它是这样盖起来的 那其实呢 如果你平常就算 你没有插花 但是你家里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壶呢 你要把它拿出来 有客人来的时候 要做摆饰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 要进入慢慢的 有一点点品味的 那有点艺术的 这样的生活方式 那当有客人 好朋友要来的时候呢 也让家里很美的一种空间 能够跟他做分享 那也做一个很好的供养 那也让来的客人觉得说 你是有用心 去跟他做这一次的相聚的 那各位看到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觉得很美了 那不一定要插花 那今天配合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我们来看看 我选用什么样的花 因为我们刚刚用小花莲胶 它常在 我们小时候在花园里面 庭园里面 或者家里的角落的地方 常常有的 那今天我们要用的呢 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是珠景花 好那我把这个叶子呢 稍微的剪一下下 今天早上一大早起床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珠景 开得这么的漂亮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他想到说 可以把它拿来露营 但是呢 有时候剪这个花的时候 心里也很挣扎 各位可以看到一朵花剪下来呢 一只剪下来 就好多跟着下来 因为其实它上面 有好多的包 所以有时候 也会有一些些的舍不得 那但是想到 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分享 那也可以跟很多 可以共种 那就觉得再多再美 都是值得的 那这个珠景呢 它会叶子比较不美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 把这些叶子修掉 好 只是它这个叶子 还不能不容易用手 可以把它拿掉 因为它还是很有韧度的 然后因为剩下的关系 所以叶子呢 它受伤的很严重 那我们还是慢慢的把它 修一下下 其实有时候在修叶子的时候 你很近的去看它 看叶形的眉 那也去看花的眉 那也很用心的去剪这些花 那其实 这个也是一种享受 我自己感受到就是说 你能够这么近的去接触花 所以能够学习 花艺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感觉 那不只可以自己可以跟这个自然植物 有这么深的一个接触 那更可以学到一个很好的技巧 那空间的美学 然后把家里布置得很美 那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很优秀的很杰出的花艺老师 那这个都是在学花的过程中的另外一项的收获 所以我常常很鼓励孩子长大以后的妈妈 都能够多多的来学习插花 因为学习花艺呢 又可以把家里布置得非常的美 然后也是一种修身养性 好 那我们把他的叶子捡一捡 那除此之外呢 更重要就是说 我们可以到各个道场去供花 所以到道场去供花呢 接近这样的散法道场 像我们的很多的同学刚开始没有接触佛法 那经过因为供花的姻缘 那跟法师之间有个互动 那听法师说话 很有生命的哲理 然后也觉得法师是这么的慈悲 然后彼此之间就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也就跟着法师学佛修行 那参加很多的试院的各种活动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生命的另外一个城市的转化 好 我现在把这个叶子修到很少很少了 那主要呢 这个叶子不修掉的话呢 它这个花呢 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好 那我们把它修了一下下 好 那我们只要轻轻的 把这个花呢 放到这个花器里面 好 我们看一下从前面 好 还是从后面 好 试一下它的角度 好 事实上呢 这样的一朵花呢 你只要很随意的把它放上去 我们看一下它浅浅浅浅的角度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其实 这样已经 就很美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们用这样可爱的这个小宫灯花 然后像一盏一盏的那个提的灯笼一样可爱的花呢 来插作一件很别有兴趣的一个作品 我想这样的作品呢 您平常也可以尝试着在家里做做看 那不一定一定是什么样的花 比如说是一朵郁金香啊 一朵的树心蓝 或者一枝的白云花 或者是玫瑰花 任何的花 那轻轻巧巧的插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让自己的家里的角落呢 散发的另外一种 幽香跟奇趣 那期待这样的话 您能够试试看 愿此香华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夫法隆天 普逊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顾持顾生 放生 超度 因生 卫生 胎儿 八戒 离狱 求出离 莫发 慈悲 方便门 众等 发心 求禁戒 众植 出世 解脱种 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举办 八观灾戒 即 药师经 祈福法会 恭请 上果 下词法师 传授 及 元通四 僧团 领动 日期十月二日 星期二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下午 攻读 药师经 祭 佛法 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宜兰县 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二十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药师宝灿 除罪障 放生 辅寿 广增严 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举办 礼拜 药师宝灿 即 佛前大贡 护身 祈福法会 恭请 上广 下护法师 及法护 指导 僧众群 共同领众 日期 11月12日 星期五 时间 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宜兰县 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二十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 观音道场 Zither Harp 人间有好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